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9月28号星期三的大台中新闻 梅基台风席卷全台在各地酿成不少灾害 而原定在荷兰考察的台中市长林佳龙也提前回国 不过因为梅基风势太强 桃园机场一度关闭 市长只能滞留在泰国曼谷 透过通讯软体掌握防灾状况 经过一波三折 林佳龙也在28号一早回到台湾 并且立刻就到防灾中心来作证 指挥后续的灾损还有重建 透过多方视讯与各区区长保持联系 及时掌握区里最新资讯 台湾市长林佳龙28号早上终于顺利回国 第一件事情就是直奔防灾中心 了解台中市最新的风灾情资 那另外在人员受伤的部分 是有260位的一个受伤状况 这个就是由卫生局来掌控这个灾情的一个情形 那预防事情彻底感谢国军的协助 就是做善后处理的时候 我想还是这个重点 可能会有连带的一些影响 而且经过台风这么大的风势 是不是有周边安全上的考虑 煤机台风肆虐台中也传出不少灾情 原定在荷兰考察的台中市长林佳龙 也提前回国 不过因为煤机风势太强 桃园机场一度关闭 市长只能滞留曼谷 透过通讯软体掌握防灾状况 几经波折终于回台坐镇 并且指挥后续的灾损与重建 这次因为台风那我又出访 不过直接都用包括电话 还有简讯的方式 跟我们的灾害应变中心保持联络 所幸也都一一做出正确的决策 不管是事前的防灾 我们包括台风来之前对于像这些路数 还有些些工程安全的检查 这次风灾台中灾情最严重的就是 李方爱美酒店因驾倒塌 造成两位女子受伤 以及台中电力设备重创 市长林佳龙也已经与台电沟通 全力抢修复电 希望停电户数在28号这天能降到6万户以下 江总华刘军台中采访报道